一位全力以赴的专家 50名刨根问底的观众 它竭尽所能 让观众听懂 他们则用亮灯进行评判 健康之路特别节目 带您一起刨根问底 解三高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资补国宝 东阿哥交赞助播出 我是季玉华 今天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 依然是我们节目的主人 你们不仅可以左右节目的进度 同时还可以对专家的讲解 进行终极评判 我们的口号是 健康之路 有我做多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节目的规则 本期节目从网上征集了 自导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全场50位观众 有权挑选最想先听哪个问题 专家解答问题之后 观众用红蓝灯表态是否听懂 如果全亮蓝灯 表明专家一次性通过 只要有一位观众按红灯 专家就需要再次讲解 直至全场所有观众全部听懂 专家能否通过观众的考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什么样的话题呢 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 征集到的四个问题 它们分别是 年轻人患高血压 没有老年人危险吗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说明不严重吗 高血压对哪一个器官 危害最大 这四个问题呢 已经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是与高血压有关 大家都知道呢 高血压现在是一个 影响很多人生活的 常见的慢性病 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想告诉大家 如何在生活当中 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它 防御它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先进行一个小调查 现场的观众当中 有哪些自己是有高血压 或者是家人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 请亮红灯 接近一半的观众呢 在生活当中哈 无论是自己包括家人 都遇到了高血压的问题 看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疾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现场观众有一个特权 就是在这四个问题当中呢 可以选择您最想了解的问题 进行优先解答 那我们看看在这四个问题当中 您最想先了解哪一个问题呢 请按键选择 好 在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当中呢 有22位观众选择的是 第四个问题 高血压患者 一天中核实 罪易出意外 刚刚我们的调查显示的 7号观众 您选择的是这个问题 对 我选的是这个题 因为我爱人呢 有高血压 那个我就想知道 在什么时候呢 最容易出危险 这样的话呢 我就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呢 能够提醒他 让他关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变化 这样呢就能保证 大家都能够幸福的生活 您认为什么时间段 是最容易发生危险的 据我所知是应该是早晨这个时间段 他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危险 还真是有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 有感冒的情况 这个因为药物没到位 突然就是早上起来 七点多钟起来的时候 突然就天运地转的了 当时一辆血压 就是出现了低压100 高压160的情况了 那个时候就把我们俩都吓得够呛 所以赶紧就到了医院去了 这经额纠正之后 慢慢慢慢血压下来了 避免危险再次发生 对 8号观众 发生危险的时候 您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头不舒服 结果再一坐起来 我说不行了不行 我就得 就是真是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 他马上就把血压药给我吃上了 吃完之后就带我去医院了 但那次发生危险的时候 您自己心里害怕了吗 觉得挺害怕 心里挺害怕的 所以咱们得了解更多的知识 对 避免这样的危险再次直线 17号观众 刚刚我看到调查当中显示 您也是选择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家里也有 朋友当中也有血压高的人 我听说是夜里边容易出问题 心脏或者是血压上去了 自己不知道 结果到早晨没有了 像这样的人 我经常听说 所以有时候心里想 夜里的问题最大 看来是 不知道对不对 请专家知道 好 24号观众 刚刚调查里边显示 您选择的也是这个问题 周兄您的理由 我也是高血压患者 因为我就是头疼 我自己分析是下午 就是危险的时期 您得高血压已经多长时间了 将近六年了 但是看您还挺年轻的 您多大年纪 45 30多岁的时候 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了 对 好 那刚才呢 观众已经说了 为什么在生活当中 他们这么在意 这样的一些事情 因为可能身边呢 有这样的朋友 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 而且呢 还经常有不断的一些 不太好的消息传来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担心 到底危险时段 存在在什么样的时间 我们应该如何地去 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 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 接受挑战的专家 是来自于北京医院 新内科的赵颖主任医师 欢迎 您好 欢迎您赵主任 赵主任 在您的工作经验当中 您发现得了高血压之后 意外情况会经常出现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想先跟大家说一组数字 就是在国际上近些年来的 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 死亡排在前三位的疾病当中 第一位是心血管疾病 第二位是脑血管疾病 第三位是恶性肿瘤 那么前两者都和高血压 密不可分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高血压呀 是非常容易 给我们带来意外的 刚才我看 各位观众选出来的 这个题目是 一天当中什么时段 最容易发生意外 我想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 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是 清晨时段 清晨时段 对 就是早晨的这段时间 那从现在开始 您已经进入到挑战的 这个环节了 待会儿我们的观众们 要对您的这个讲解 进行评判 可以开始接受挑战了吗 可以 没问题 您需要借助道具吗 我需要选择一样兵器 好 您可以回到座位 我们可以在兵器库当中 选择一样 好 赵主任这一次选择的是 图片 来 有请赵主任登上挑战台 接受挑战 在这儿呢 我非常想明确地告诉大家 在一天当中 高血压最容易出现意外的时段 是清晨时段 这个是根据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 和临床的数据 来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 大家请看大屏幕上的图表 首先这个清晨时段 是在早上6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 大家从这个血压的曲线 就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高压 也就是我们医生讲的收缩压 还是低压 也就是我们说的舒张压 都会和之前相比 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那可能在座的观众 一定会问 为什么是这个时段 首先呢 咱们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呢 是由于迷走神经占优势 它会使我们的血压低 心绿脉 这样你才能够睡着 而在清晨时段 也就是5 6点钟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人这个时候都要醒来了 那么醒来的时候 我们是交感神经占优势 在这个时候 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 发生一个功能的转换 也就是交感神经 给我们提供全天正常的 生活 工作 锻炼的一个 血压身高心率增快的 这么一个准备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交感神经 和迷走神经转换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时候 血压在正常人来说 都会有25%左右的上升 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它可能上升的比例 就会更高一点 也许会达到30% 刚好就是6点到10点的 这个时段 最容易发生意外 我相信7号和8号观众 应该能够理解了 为什么当时发生天旋地转 特别难受的那个感觉 是出现在早上6点半这个时间 现在清楚了吗 两位是清楚了 那对于我们现场50位观众来说 对于高血压患者 一天哪一个时段 是最易发生危险这个问题 您听懂了吗 听懂按蓝灯 没有听懂按红灯 请亮灯 对不起 有一盏红灯亮起来了 这意味着您并没有顺利通关 那我们请17号观众 说说您哪个地方没有听懂 为什么亮起了红灯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听到的 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情 夜间是相当严重的 可是您刚才讲到的是清晨 那么难道夜间就不危险吗 好 请赵主任继续解答 感谢这位观众给了我一个挑战 有没听懂 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 我们这道题强调的是 一天当中哪一个时段 最容易发生意外 强调的是一个最字 那么在24小时当中 这个清晨6点到10点的时段 是血压最高的时候 所以它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 但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如果你长期控制得不好 不满意 其实任何一个时段 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在这道题里面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最字 其实您这个问题 也代表一个普遍现象 我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 经常会有患者跟我讲 说赵大夫 我最怕一个人晚上睡觉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最怕白天一个人在家吃中饭 其实我理解可能是有很多的患者 怕夜太黑或者是夜太长 总觉得夜里会发生问题 实际上这道题我们强调的 您要理解是一个最字 就是最高的时候是从清醒 到上升这个时段 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不知道我解答清楚没有 清楚了 谢谢 那也就是说吃药也在最 这个时间最好 是吗 是的 所有的降压药 都建议清晨起来服用 也就是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药吃进去 谢谢 明白了 那通过赵主任的再一次解释 那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 这一次您全都听懂了吗 同样听懂按蓝灯 没有听懂按红灯 请亮灯 好 恭喜赵主任 这一次的顺利通关 第一个问题过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还剩下三个问题 它们分别是 年轻人患高血压 没有老年人危险吗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说明不严重吗 高血压对哪个器官危害最大 那么在剩下的这三个问题当中 现场的50位观众 最想了解哪个问题 请通过按键进行选择 我们现场呢 一共有23位观众 最想了解的是第三个问题 高血压对哪一个器官的危害最大 调查结果显示 5号观众选择的是这个问题 说说您的理由 我家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 这个老夫妇呢 就是咱们所谓的空巢老人 这个儿女都在国外 就前一段时间呢 晚上10点钟敲我们家门 说这个老先生呢 有点不舒服 后来我跟我爱人就过去看了 一看确实 当时就是躺着床上特别不舒服 我们就给送到医院了 到医院以后呢 一检查是心脏病 据我了解啊 这个老先生呢 他有高血压病史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这个高血压 对这个心脏的危害 就是特别大 我就想了解这个 待会儿我相信 您一定会得到一个 非常满意的答复的 27号调查显示 您也选择的是这个问题 说说您的理由 我也认为是 对心脏的危害最大 因为我妈妈也血压高 她一血压高的时候 她就会捂着胸口 出汗 上不来气还晕还吐 她总说心难受 她总是这么说 所以我也认为是 对心脏危害最大 好 谢谢 刚刚我们现场的 这两位观众都提到 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他们都觉得 高血压对于心脏的伤害 是最大的 大家的这个认识 对吗 赵主任 这个认识不完全对 在这儿呢 我想解释呢 跟大家说 高血压呢 一定会造成心脏 肾脏脑子的损害 但在这三个器官当中 危害最大的 是我们的大脑 为了给大家解释清楚 这个问题 我想用一个兵器 赵主任这一次选择的是 道具 那请上赵主任需要的道具 有请赵主任登上挑战台 接受挑战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高血压呢 长期会损伤我们的心脏 肾脏和大脑 那么最容易损害的器官呢 就是我们的大脑 为什么 我想借助这两个道具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两个道具呢 模拟的是我们大脑里的血管 和大脑之外的血管 我们大脑长的血管啊 天生跟我们其他地方的血管 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 一个是橡胶的 这个很有弹性 一个是玻璃的 从大家对这两个东西的理解上 就能知道这个是很脆的 可能轻微一碰啊 一摔啊 就容易破裂 那么我们大脑里的血管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为什么 我们的动脉啊 天生是有三层结构 内皮 中膜和外层 那么大脑里的血管呢 首先中层的肌纤维 肌肉含量比较少 然后外层的显微组织又比较少 那你就觉得这一少了 肯定就是会缺乏弹性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的血管有一层叫外弹力层 在大脑的这个血管当中 天生就是缺湿的 而我们外周其他的地方 是有这种外弹力层的 那我要这么一讲 我想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吧 又缺少肌肉的弹性组织 又缺少外面的这一层外弹力层 那就太容易脆了 所以在长期高血压的这个作用下 那么这种大脑里的血管 一个是内皮特别容易产生 动脉胀硬化的斑块 再有呢 正是因为它缺少这种弹力的保护 肌肉组织的弹性 特别容易在长期的高血压的作用下 发生玻璃样的变性 或者是叫显微素样的坏死 我们的血管是怎么容易发生这个意外的 我用这个小锤来模拟我们的血压 从外面来敲击这个代表血管的这个管腔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般我们的血压 我就算血压高了 我用力敲 这个充满弹性的管腔也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已经在高血压的作用下 发生了玻璃样变性的 这个脑血管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是一般的血压也OK 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血压骤然升高的话 会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我们会出现的中风的发作 大脑里的血管发生了破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出血 好 主持人我回答完毕 好 那通过这个道具 您是否听懂了这个问题 高血压患者到底哪一个器官 受到的危害是最大的 您听懂了吗 听懂按蓝键 没有听懂按红键 请亮灯 东西教授人身 不关 看来这个道具真的非常的管用 这一敲把大家都敲明白了 那大家真的听懂了吗 我们会在现场的50位观众当中 随机挑选一位 您要说一说您都听懂了什么 所以现在呢压力又转到了我们观众这边了 那我说开始 您说停 随机来选取一位 开始 停 好的 19号观众说一说您 关于这个问题 高血压对于哪一个器官伤害最大都听懂了什么 刚才听了专家讲 我明白了 高血压对心脑肾都有伤害 其中伤害最大的是大脑 因为大脑的这个血管 跟身体其他部位的血管不一样 其他部位的血管呢 它有弹性 而大脑这个血管呢 它比较脆 缺乏弹性 这样一旦当血压升高的时候 它受伤害最大 回答完毕 你也回答完毕了 好 已经有观众为您详细讲声了 顺便您的回答是正确的 那恭喜大家 这个问题50位现场的观众全都听懂了 其实关于这个高血压会破坏我们的心脏啊 大脑啊 肾脏 有很多网友呢 也是特别关心的 我们在这个网上征集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您看 这个网友提到 高血压患者能通过服用阿斯匹林来预防脑中风吗 赵主任 这个问题其实代表了非常一个普遍的问题 很多人都对阿斯匹林有这种疑问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阿斯匹林对于以前发生过脑梗死的这些患者来说 你是必须得吃的 因为吃的目的不是预防了 是治病 而且要长期吃 如果是脑出血 那另说 我在这儿呢 要跟大家说一句 这个阿斯匹林到底是一个什么药 它呢 实际上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血小板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血液的成分当中的一种成分 血小板是管血液凝固的 也就是在你发生出血的时候 它马上就是会聚集过来 让它血止住 那我们用阿斯匹林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血液不要凝固 凝固不就是形成血栓了吗 所以阿斯匹林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那对于以前已经发生过脑梗死的患者 那你必须吃 而且呢 是起到一个治疗目的的 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和商量的 那么这个网友问的是 能不能通过服用阿斯匹林来预防脑中风 那这个呢 就另当别论了 我想呢 在这儿也用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 在这里头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从性别 年龄 家族史 包括各种各样的不良的生活方式 还有就是日常当中的 临床常见的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这些情况 来罗列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通过阿斯匹林来预防脑血管病 那我在这儿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 如果这七条当中 你吻合三条 那你使用阿斯匹林的话 就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预防的作用 从上往下 中间的这个字 只要是我们符合了三条 就有必要来服用阿斯匹林了 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女性 45岁 刚才好像有一位观众是45岁 你女性45岁 只有一个高血压 那你看了 你实际上就符合一条 只有一个高血压 那你其实没有必要服用阿斯匹林 当然如果是一个男性 70岁 有吸烟 有高血压 三条了 三条了 那你这个时候服用阿斯匹林 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这张表 然后呢 自己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 当问到你 我需不需要吃阿斯匹林的时候 你会非常清楚地 掰着手指头 给它数一下 够几条了 如果现在咱们有高血脂的 糖尿病的人很多 再加上男性50岁以上的 再加上一个高血压 还是吃上比较好 好 我想问一下19号的观众 刚刚您在说您听懂了 这个理解的过程当中 付出的是非常好的 那您对应一下 屏幕当中出现的这几条 您符合几条 三条 那三条 年龄 年龄 吸烟 高血压 所以刚才赵主任说的就是您啊 那您现在在服用阿斯匹林吗 停了 为什么 因为好像他没有感觉 就没有那个效果的感觉 我就给他停了 是您自个儿说停就停了的呀 是的 那这又找了一个不听话的病人 那能自己随便停吗 阿斯匹林刚才我说了 是个抗血淡板聚集的药物 肯定不会像降压药 有那么明显的感觉 因为血压高会头晕啊 头疼啊 胸闷 你吃进去 血压降下来 你就舒服了 而阿斯匹林呢 它是在潜移默化的 帮助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 所以你不会有感觉 它就不应该有感觉 对吗 对了 它就不应该有感觉 所以说自行停药这件事 肯定是不对的 如果停药会有危险吗 是这么说啊 如果他长期血压控制得非常满意 如果他再能把烟也戒一下 也许还行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 我有高血压 能不能通过阿斯匹林 来预防脑中风 对吧 对 这个在这里呢 我们吃上阿斯匹林 可能跟不吃阿斯匹林相比 长期地可以防止脑中风的发生 也就是说 可以把以后发生脑中风的几率 下降一些 所以听完之后 您打算怎么做 师叔 尊医主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还剩下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分别是 年轻人患高血压 没有老年人危险吗 和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说明不严重吗 那么这两个问题 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 最关心哪一个问题呢 可以通过按键进行选择 26位观众选择的是第二个问题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说明不严重吗 好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13号观众刚刚显示 您选择的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想了解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认为的话呢 就如果没有症状 就说明血压是不是太高的 就不高 我要有感觉的时候 一侧血压肯定是高的 所以这么多年了 大概有四五年 这么过来 我觉得没事分之 所以有感觉的时候 您觉得这事儿大 没感觉的时候 就说明事儿不严重 不严重 对 是的 是这个意思 好的 明白了 14号观众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就说明不严重吗 也挺严重的 因为它没有感觉嘛 突发的时候 然后你也不知道 不像有感觉 你会注意到 我有高血压 我要注意 休息啊 包括用药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关于这个问题 您可以开始解答了 赵主任 我听完13号观众 说的这种情况 我就叹了口气 其实像他这样的人 在我们平常的 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特别多见 就是不难受 根本就不难受 所以凉血压也是偏高的 反正我不难受 我就不吃药 觉得我可以休一休息 或者是我在扛两天 或者是我在观察几天 我试试看 是不是就好了 那在这儿呢 我想非常确切地告诉大家 就像刚才14号 女观众说的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一样是严重的 非常确定地告诉你 不管有没有症状 都很严重 甚至是没有症状的 高血压更要引起重视 它更严重 我现在需要选取一样兵器 来帮助我说明这件事情 好 这一次赵主任 选取的武器是 并力 请赵主任登上挑战台 接受挑战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它不仅有很高的致死率 还有更高的致残率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没有症状的这些高血压 在这儿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 一直在我脑子里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我呢有一个 关系非常好的护士 然后有的时候 在医院里头碰见的时候 她就会跟我说 赵盈 哪天你帮我老公看看 她有点血压高 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说好 你那个什么时候 带她来找我 然后这样呢 大家这么说着说着 也就忘了这件事了 结果没过多久 有一天在医院里头 我惊奇地发现 我们这个护士 推着一个轮椅 上面坐着一个 穿病号服的一个男的 我当时就问她 我说怎么回事啊 她当时流着眼泪跟我说 这是我老公 她发生了脑梗 而且整个的右半身瘫痪了 这个人当时是46岁 所以我想在这儿 跟大家说什么 在之前我已经提到了 在全球死亡 排在前三位的疾病当中 一个是心血管疾病 一个是脑血管疾病 一个是恶性肿瘤 那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中风 也就是脑血管病 除了会给我们带来 高死亡率以外 它还是单病种 致残率最高的一种疾病 所以正是因为 它这个非常高的致残率 会给我们的社会和家庭 带来非常沉重的负担 大家可以想 一个40多岁的人 如果偏瘫了 首先他丧失了劳动的能力 第二他要吃大量的药 需要做康复 可能还需要一个人 去常年的照顾他 那这个负担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下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 咱们刚才这道题目 已经提到了 有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没症状是不是 我不管它180190 我就扛着它就完了 有症状才严重 绝对不是这么个问题 有症状倒是件好事了 因为它给你有预警 但千万不要以为 没有症状就没有任何的危险 其实像这样的病例 还是不在少数 非常的多 我就想在这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查体 或者是平时量血压的过程当中 发现血压高了 但自己并没有难受的话 也一定要重视 要早点就医 那在这可能 大家还会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有的人 血压高他就头疼头晕 我就没事呢 实际上这跟每个人个体的敏感性 是有关系的 就像对疼痛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概念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拉一个小口 你觉得没事 但有的人就疼得受不了了 对吧 这个是跟个体的敏感性 有关系 至于高血压 该不该治疗 一定是根据血压的程度 而不是根据你有没有感觉来的 回答完毕 好的 刚刚这瓶子 有没有让大家感觉到 其实高血压 还是对我们的身体 包括生命危害极大 那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 关于这个问题 没有症状的高血压 就说明不严重 您听懂了吗 听懂按蓝键 没有听懂按红键 请亮灯 好 恭喜赵主任顺利通关 我想单独地问问13号观众 因为刚刚您是提到 自己是有高血压 但是没有症状 您觉得这个事并不大 那听完赵主任的解释之后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通过赵主任讲解之后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该检查检查 该吃药吃药的 对把它列入重要的事情来做了 不能忽略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都抱着侥幸的心理 说我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肯定这血压 也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您千万别抱这种侥幸心理 很有可能这种心理 就会导致最后发生意外的危险 最后还剩下一个问题 是年轻人患高血压 没有老年人危险吗 29号观众 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因为我注意到您的身材略显胖 别介意 因为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肥胖人群 很有可能是高血压的潜在人群 所以我想问问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是这样 就是这道题里边设计了两类人 一个是年轻人 一个是老年人 特别符合我们家情况 因为我父母都是血压高 而且我母亲确实遗传给我这种身材吧 我呢就是也发现我也是血压高 所以在我们家 就年轻人 就我作为代表 我父母老年人 他们俩作为代表 我们血压都有这种偏高的这种表现 但是这一条说吧 年轻人患有高血压 没有老年人危险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年人嘛 他本身他这个身体的各种脏腑啊 机能啊 他慢慢老化 对吧 所以他可能对于这个血压 他可能是给他们的这种危害会更大一些 人年轻 这个身体状况还好一些 所以是不是就是扛压的这个能力稍微强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道题来说 我觉得我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 他们的这个血压 所以在家里吧 哪怕我忘吃一顿药 我恨不得都得嘱咐他们这个药不能忘吃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年人是应该 更关注这个血压的问题 他们可能稍微危险一点 赵主任 刚刚我们这位年轻的观众 自己也是患有高血压 他就觉得自己得了高血压之后 好像没有家里边老年人得高血压 问题那么大 对于这个问题 您怎么看 我想首先问一下这个年轻的高血压患者 这个观众啊 我想问一下 你多长时间测一次血压 你的父母多长时间测一次血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多久去一次医院 你的父母又多久去一次医院 我母亲她比我测得多 恨不得一个星期测个两三回 我就属于那种就是一直想不起来的 就基本上不难受也不会测吧 一年测个几回 都不年算的是吗 那多久去一次医院呢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吃药嘛 所以就是就感觉自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一般都不往医院跑 这个观众哈代表了很多很多 这个年龄段 三十四十五十岁左右的这样的高血压群体 非常具有代表性 而且你看她说的特别的坦然 我一年两个两三回吧 达标没达标也不知道 然后去医院呢 跟医生也没有太多的沟通 就是为了吃药 实际上呢 在这儿我也心里挺觉得 我挺替她担心的 我在这儿想用一个兵器吧 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年轻人患高血压 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像老年人那么有危险 我想用一个兵器 好 请您在兵器库当中选取一样 好 赵主任这一次选取的兵器是 来 有请赵主任登上挑战台 接受挑战 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 千万不要以实际年龄 来判断血管的年龄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的这两张图片 这个是我前两天 在做手术过程当中呢 血管造影的一个图形 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个 这是一个84岁男性的血管 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是比较粗大光滑 在做灌卖造影的时候 我们考虑他没有冠心病的 是一个84岁的老先生 大家再看右边的这个图形 看这个年龄 35岁 几乎是爷爷和孙子辈的差距了 我们是同样的一个体位 看这只血管 右边的图形 看上去就咯哩咯哒的 不光滑 这是为什么 因为里面都长满了 动脉中央硬化的斑块 再看这个 这有一根长长的这一根血管 而这个人呢 哪去了 没有了 对吧 他的一个血管已经全堵死了 这是一个35岁的小伙子 所以千万不要想 老年人 他的器官 他的脏器都会老化 年轻人就没事 实际上在各种各样危险因素的作用下 包括吸烟啊 高血压的作用下 年轻人一样可以发生非常严重的动脉中央硬化 这两张图表就很能说明问题 84岁和35岁 他们的实际年龄相差很大 可是他们的血管年龄也相差非常大 跟我们想象的正好是反着来的 35岁的血管和84岁的血管 根本就没法比 所以这道题我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复 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患高血压 就一定没有老年人重 年轻人也有可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 所以年轻人也一样要重视高血压 好 回答完毕 好 现在就看看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 对于这个问题 年轻人得高血压就没有老年而严重吗 这个问题您听懂了吗 听懂暗蓝灯 没有听懂暗红灯 请亮灯 全部亮起了蓝灯 恭喜赵主任顺利通关 我想直接问29号观众 听完赵主任的解释之后 对您有一些改变吗 我觉得听完主任的讲解之后 我录完节目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先去查查我这血管 是不是跟刚才那图片上是那种咯咯哒哒的 第二件事给我爸我妈安排点任务 让他们凉血压的时候叫上我 去医院的时候叫上我 那看得出来呢 通过这一番讲解之后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警醒作用的 好 那关于高血压的四个问题 通过赵主任的解释之后 您全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 让我们有掌声感谢赵主任 谢谢